好 我们开始来上课 今天咱们主要掌握的内容 是MySQL 8中的数据类型 以及表的操作 那么咱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要掌握的这几点 首先我们先要了解 MySQL的基础类型 注意是MySQL里的基础类型 并不是8里头才有的 也就是说在8之前 就已经有了这些类型 那么8中新增的内容 新增的数据类型 我在后期的课程中 会单独的来讲解 然后再往后 是我们MySQL的键标语句 以及咱们MySQL自断的约束 那么在这里面 自断的约束 不光是那些普通的约束 还有什么 比如说这个是组件 对吧 唯一件 或者是外件 等等这些操作 然后最后 是我们MySQL的自断操作 这是咱们今天的 四项重点内容 OK 那我们先来看 我们的基础数据类型 首先我们先来看 我们的数值类型 注意 数值类型里边 其实这里边是包含了两类 也可以说成三类 哪两类 这是一类 到这为止 这是我们的什么 属于整形范围内 在这里面的这三个 属于什么 属于是我们的古典型范围内 所以这里边我说了 包含了什么 两类 对吧 那说三类 那这个可以单独分出来 它虽然是什么 是这个 浮点 但是它是属于字符串 所以它可以单独分出来 那么大家不用去考虑 这些内容 我们只需要知道 这里边包含了两种就可以了 一个是整形的 一个是浮点型的 就够了 好了 那么咱们来看 首先第一个类型叫什么 叫做tinyint 它的存储空间 站位的是一个字节 然后说明了 你看是非常小的整数 然后它有两种 一种什么 带有符号的 和不带有符号 带有符号什么 就是允许为负值 也就是说 它的最小值是多少 是负的128 到正的127 对吧 然后无符号是0到255 255 没错了 255的话 我比如说 我以255为例 注意 这里边说 它站位多少 是不是一个字节 一个字节 是不是就八个比特 没错吧 那比如说 我在这里边 画八个空间 一 二 三 四 这是四个 对吧 然后呢 五 六 七 八 对吧 这是八位 那么八位 才占用什么 占用一个字节 没错吧 那它这里边 允许的最大值得 是255 255它是一个什么 实进制 对吧 如果转换成二定制 它应该多少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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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5 转换二定制 就是八个一 那么八个一 它的存储的 站位空间多少呢 就是一个字节 也就是说 一个字节将占用什么 将占用八位 对吧 那两个字节呢 两个字节 是不是就是16位了 怎么看呢 大家可以这样 虽然我们没有讲过二定制 那不要紧 来 我们在这里边去找到什么呢 找到这个程序而计算器 打开我们的计算器 这里边 你可以在这块查看 是不是有程序而计算器 默认它是这样的 我们选择程序而计算器 选择程序而计算器以后 注意 咱们来看 它的这个五符号 是不是零到255 就比如说 它最大值肯定是255了 那就255 注意 当我写255的时候 注意看这里的 是不是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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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八个一 那么这个数也就是什么 站位了多少 是不是一个字节 什么8位 才是一个字节 所以他这里边站了8位 等于多少 一个字节 那咱们再往下来 那同样下面有多少 有单位两个字结了 它五符号你看 small in的对吧 五符号指数 0到65535 也就是它最大指数 是6535 那OK 咱们看65535 好了 当达到65535的时候 你看是不是 前8位跟后8位 是不是都是111 也就是说 65535转换成二进制 是不是16个1 没说吧 所以这个时候 它是不是单位了两个字结 这是这个意思 能明白吧 那好 那我们了解这个以后 咱们来看 它不光这几个印 还有什么 还有medium印 这叫中等大小的整形 那它一样支持 有符号的是 负到8388608 到8388607 然后五符号 0到1677215 对吧 然后标准的整形印 它可以到多少 可以到这些 如果是五符号 应该是做 4294967 295 也很大了吧 对不对 我就不数了 数得有点累了我 然后这样 和B跟印 它站了多少 8个字结了 对吧 然后它是大整形 它的这个 代步号和无法号能的 就太大了 多少 多少 几百 几千亿了吧 位数很多 对吧 那你如果有兴趣 你下来可以自己数一数 那光有整形 它就有这么多种 没说吧 那大家这些种都要记 而且我们还要了解 它有符号的 能装多少位 无符号的 能装多少位 那么这样的话 有什么好处呢 当我们后期 再去设计数据库的时候 再去设计数据库里面 自断的时候 注意是不是我之前 画的那个表格里面 是每一个自断 每一个自断的 那么当我们都把它掌握以后 在以后我们设计 这个自断的时候 我们就能更好 更精确的去设计 这个自断的数据类型了 你设计好的数据类型 比如说这个自断1 比如这个就叫自断1了 这个自断1 我设计的类型 叫做timeint 对吧 那timeint 如果它是代符号的 是不是最大值只能存127 最小值就是负128 那如果它是5符号位 那是不是就0到25 对吧 那比如说这个 一自断 我就给它设置5符号位了 那证明里边存内容的时候 你最多是不是只能存255 对吧 超过255 哪怕256 是不是就是不行了 所以一旦你的这个自断里面的值 一旦有256的情况下 那不好意思 你肯定要考虑更高的类型了 那有人说 那我在那个时候 再改这个类型不行吗 不行 不行 你一定要提前设计好 提前设计好 好了 这就是咱们的整形类型 那么整形类型完成以后 我们再看浮点型 其实浮点型 一般来说 我们对它作为一个了解就行 为什么 因为浮点型的数据不精确 对吧 它后面有小数点不精确 那么所以在我们实际使用的时候 很少去用浮点型 很少去用浮点型 也都是我们用各种语言 比如说我用PAP 用加工 用Python 都是给它处理好了以后 再往这里面存的 那么一旦用到浮点型的时候 这里边又有两种浮点型 一个叫做flot 一个叫做double 那么flot它叫单精度浮点型 站位四字节 那么超过四字节 就是我们的八字节 那么八字节的 它就被称为什么 双精度的 那咱们看它的最大值最小值 它就已经很大了 对吧 E-38这是什么呀 科学技术法 科学技术法 也就是这些值乘以10的38之方 对吧 这是-38之方 而这个呢 是多少 308之方 对吧 是不是值就更大了 对 所以对于我们正常来使用浮点数的情况 一般我们考虑的就是flot就足够了 因为它如果一旦超过了这个大小的话 它干嘛 会四捨五入 它会四捨五入 不会考虑去double 因为double的话实在太大了 那么有人就说 那我再去对于这个钱 比如说我们存到这个银行银行卡里面 比如说100.01 是吧 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对于钱是不是就一定会是小数 对于钱还真就不是flot类型跟double类型 而是什么呢 而是这个decible类型 这个decible类型 咱们来看 它是以什么呢 以字不串形式表示的浮点数 它是以字不串形式表示的浮点数 什么意思 比如说我这块100.01 对吧 好 它如果存到decible里面 不好意思 它就是一个字不串 字不串的浮点数 但有的是不出来什么 有的这个浮点数是什么 比如说1.3 3456789233等等 我1.后面是不是一堆小数 对吧 如果你想 比如说这就是钱的话 我要用flot 会用double的话 是不是很有可能四折五入 一旦四折五入 是不是就不精确了 但如果用decible 不好意思你是这些值就是这些值 所以它比较精确 一般我们在用存储于什么 跟金融相关的这些业务的时候 那我们考虑的类型就是decible类型 就是decible类型 好了 这就是咱们基础类型的整形 那OK 大家把这些作为了解 等到我们把类型都了解过后以后 在实际使用中 大家再来熟练掌握 好 本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 谢谢我